苏老爷子脸已经燥得狠了 没好气的就打了王氏一耳光 还不快捡起来 谁喊你乱扔的 但一看苏老爷子要吃人的样子 王氏只得含泪捡起银子塞给曹氏 满意了吧 现在可以滚了吧 这一次就这样算了 但再有下次 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 苏小枝是我胡家的人了 我儿子是死了 他就该听我的 就是定驾 我不点头 他就必须一辈子给我儿子手剐 你手敢伸过来 我就敢砍了你的手 走 回家 好了好了 事情解决了就行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做什么事情还是要顾及点 都说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七人也不要太过了 王老爷子大声说着 也算是给村里其他人敲一个警钟 有时候要适可而止 兔子急了还咬人 狗急了都要跳墙 何况是人 没什么事情了 大家都各回各家 散了散了 王老爷子说完 就带着自己儿子离开 只有苏大公和苏四公两家人还在 等人们一走 苏老爷子慌张地看着两个长辈 你们一家人是怎么回事 好好的事情能成这样子 组里商量的 你们是怎么做的 什么一走 苏大公就开始质问了 苏老爷子沉着脸不说话 王氏还在伤心 算了算了 他们要是能成事啊 也不至于这样 一点眼镜都没有啊 算了不说了 走走走 回去 人们走后 苏大郎和苏二郎才出来 苏超苏才几个孙辈也才出来 刚才他们不出来 是因为觉得太丢脸了 李氏和周氏 这时候也才上前 把王氏扶起来 娘 没事吧 你们这两个贱户 刚刚是死了不成 现在在老娘这里架行行 我抽死你们 错了错了 错了 错了 我错了 二人边喊边躲着王氏 苏老爷子沉着脸没说话 苏大郎和苏二郎都皱着眉头 显然也都是焦心了 这下不但没得到钱 还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了 这可怎么办呢 儿子都大了 再不娶媳妇 以后就难娶了 爹 现在怎么办啊 超哥他们的婚事 好了 他们几个的婚事 不会退后 过几天 就去定下来 家里有银子 只是他不想拿出来 现在指望不了苏小枝 他不想拿也得拿 孙子代表的是香火 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几个孙子打光棍的 李氏和周氏的惨叫求饶 半个村都听得见 曹氏拉着苏小枝 听到这惨叫 你听听 这声音熟悉不熟悉 苏小枝咬着唇 他熟悉 这是他大嫂和二嫂 你说说 你的亲娘 如此对待他们 他们怎么不回娘家去呢 你知道为什么吗 苏小枝看向曹氏 神色不解 他还真不知道为什么 他 결과不 decre 他知道 而是杨体� farm 植物 还是杨体赣